老板 我们这一锅抓饭多少钱 10千块一块 来 下上皮牙子 下上一麻袋的这个黄萝卜 这一袋是多重 整袋胡萝卜全部加进来 金江抓饭的特色就是用黄萝卜 白皮牙子 这两个的结合是非常的关键 一定要贴着底炒 才能炒出感觉来 师傅说一看我好像干过似的 是吧 羊肉响过 但这一锅是多少肉 60斤 一锅羊肉180克 180克 三两半 加上一包盐 这不会咸吗 没有 因为东西很多 所以就不会咸 来上一桶这个三千水 炖就可以了 师傅这个肉得炖多长时间 40分钟 开始炖制 炖了40分钟的羊肉 然后把里边多余的汤给倒出来 待会儿下上米饭 这个汤然后再浇到米饭的上面 这一锅是加多少公斤的米 50斤米 所以我们用的这是什么大米 东北米 东北米 这一锅就是40斤的胡萝卜 50斤的肉 50斤的大米 出锅有100多斤 再加上水 接近小粮麦筋 米下入锅中 一定要给它找找瓶 盖上锅盖 这得煮多久吃吧 一个小时 换新手机了挺贵吧 不贵啊 这是我在转转买的二手苹果13 比锡机便宜了1900多 最近好多人都在买二手 那该什么时候该花花 每个啥都买新的 而且转转是个官方业二手平台 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全面建议 比一般的二手要正规 我半年前在上面买的瓶饭 到现在都还很流畅 推荐你也去转转 再加一层吃大根 还有加别的吗 没有没有 我撒上葡萄干再焖20分钟 把下面的羊肉给捞上来 一份22块钱 先给盛上米饭 这个肉是多重 180克 180克 22块钱 好了 好 谢谢 他们这边吃饭 都是给上这样一碗茶 哇 皮牙子 白萝卜菜 白萝卜菜 这都是免费小餐 根本吃不完 吃不完 米饭还免费序 你看 这是块羊腿肉 我们先来一下 180克 羊肉好香 炖的很烂 我们就不拿手抓了 勺子吃 就是 胡萝卜的甜 羊肉的鲜 米饭的香 三折体现的淋漓尽致 完全硬了那句话叫 好的食材 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但是非常好吃 压个鲜